从9月1号开始 移民与关卡局发出的电子出生证 将恢复显示孩子父母的籍贯 至于5月29号到8月31号之间 发出的电子出生证 家长也可无需另外付费 重新下载显示了父母籍贯的版本 当局是在借到公众的反馈之后 更改了早前不加入父母籍贯的做法 移民与关卡局从今年5月29号起 简化生死注册程序 让国人自行上网注册 以获取电子版的出生和死亡证书 所需提供和填写的资料也简化了 移民与关卡局当时表示 父母不再需要在申请孩子出生证时 填写一些政策或行政上不需要的信息 例如父母的籍贯 父母出生地 母亲的住址 孩子登记出生的地点 以及报生者的资料等 一些国人对这个做法提出意见 和表达不满 当局决定从下个月开始 恢复在电子出生证显示父母籍贯 接下来也会在官网上发布更多详情 当局也表示 之前应该详细说明 不列入籍贯的原因 但也指出 SingPass上还是能找到籍贯的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